斯洛伐克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 共有四处古迹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 斯洛伐克人热情好可 讲究谦逊离让和遵守公共秩序 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拥挤 流动货币为欧元 布拉迪斯拉发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城市 位于斯洛伐克的西南边陲 靠近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匈牙利三国交汇处 距离奥地利维也纳也不到60公里 多瑙河从城中穿过 满是巴洛克古老建筑的老城 位于多瑙河的北岸 老城旁高居山丘上的城堡 是城市中最古老的建筑 在城墙上可以俯瞰全城及多瑙河岸 市中心最大的广场 中间是罗兰喷泉建于1527年 是城里最古老的喷泉 广场旁的老市政厅建于1421年 高居老城旁的山区上 城堡最早提到是在907年 1811年 宫殿曾被喝醉的士兵烧毁 1953至1963年重建 如今一半的建筑被批作斯洛伐克国家博物馆 从山上爬到城堡大约需要15分钟 之后您将欣赏到市中心多瑙河和UFO桥 甚至远处的奥地利和匈牙利 匈牙利属中等发达国家 旅游业比较发达 主要旅游景点有 布达佩斯、巴拉顿湖、多瑙河湾、马特劳山 匈牙利的妇女结婚后 便用花布把头包住 这是与未婚少女的最大区别 流动货币为匈牙利福林 作为欧洲最上进的城市之一 布达佩斯引人注目的千济县 在多瑙河岸点缀着19世纪的建筑奇观 许多中世纪的桥梁连接着城市的两侧 布达河佩斯 城市因此而名布达佩斯 你可以穿过这座古老的标志性铸铁吊桥 享受布达佩斯风景最优美的步道之一 塞切尼链桥横跨多瑙河 连接布达河佩斯 它的入口处有宏伟的狮子雕像 中部有一对巨大的拱形塔楼 黄昏时分此处显得额外浪漫 作为情侣传统的一部分 你可以将爱情锁挂在桥的一侧 然后扔掉钥匙 俞仁堡得名于渔民航会 他们在中世纪负责首位这一段城墙 这是一个观景台 有许多阶梯和人形互道 它修建于1895年至1902年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 愚人堡近乎毁灭 于1947年至1948年之间修复 从塔和观景台 可以看到多瑙河 马格丽特岛风策的佩斯 以及盖勒特丘陵的全景 建于公元1255年至1269年 马加省教堂是布达佩斯出镜率最高的景点之一 教堂内部有彩绘玻璃和壁画 如果你喜欢早起 那么你可以前往教堂欣赏日出 而且周围的游客也会少一些 宏伟的新哥特寺匈牙利国会大厦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04年 它是该国最大的建筑 从游船上或多瑙河西岸观看 这座建筑在平静河面上的导影 增添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景 游客中心提供团体旅游 大约需要一小时 是欧洲这一地区最令人注目的景点之一 市场大厅 是一个宏伟的室内市场 位于布达佩斯一座哥德式复兴建筑内 你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和品尝正宗的当地小吃 例如匈牙利烤饼和果馅奶酪卷 或者挑选农场水果和美味果酱 它有三层 下层设有各种纪念品摊位 而食品大多在楼上 圣伊沈特万大教堂 以内外的建筑和装饰令人印象深刻 不仅是一座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和礼拜场所 还定期举办音乐会 这座采用新古典主义设计的建筑 是匈牙利最高最大的建筑之一 该建筑群是祭奠匈牙利的七位开国人物 和其他几位重要的国家领导人 这里是探索这座城市的中心点 美术博物馆和 Kunstari 艺术博物馆就在隔壁 而广阔的城市公园就在广场后面 周围有许多餐饮场所 你可以一边享用咖啡吃小吃 一边欣赏伟大的遗址